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张千霞 目前就读于多伦多大学的音乐系 正在读钢琴演奏博士 大家好 我是熊孟杰 我也是在多伦多大学就读钢琴演奏博士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厅 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Wintering Night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音乐会 这是一个Wintering Night 是一个每逢到Christmas的时候 我们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音乐会 然后想把这个音乐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来play music 然后share music 分享你们的音乐 那么这个音乐会它的时间地点是在什么时候 以及在哪儿举行呢 我们音乐会是这周六17号晚上7点半 然后在音飞琴航举行 12月17号的晚上在音飞琴航7点半举行 那它的这个大概的曲目会 你们会演奏一些什么样子的音乐呢 我们这个音乐会有不同的好几个不同的形式 有chamber music 就是室内乐的形式 然后还有solo的music 然后大概的曲目 主奏的这个音乐 大概的曲目会有德彪西的小提琴奏名曲 然后还有德彪西的钢琴三重奏 然后还有舒曼的四重奏 四重奏 一听都是非常古典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 是啊 那么在这个Winter Night 它是哪个机构来主办的 还是说你们自己发起的 就这次音乐会可以成功的敲定的话 我们要很感谢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 特别是他的音乐会总监梁岸黑先生 我跟其中一位演奏者Aros 我们之前一直都有跟他们有个合作 就像去年春节的时候 我们有一起拉过一个他写的一个四重奏 然后David也在里面 这就是我们认识我们合作的一个契机 然后今年四月份我也跟梁岸黑先生一起谈过钢琴协奏 他来指挥 然后音乐会过后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想要举办一个音乐会 问一下他的意见之类的 然后他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音乐会的出订 然后当我们把这个 idea跟其他的 跟我们其他的音乐会组员说 然后他们也很想加入我们一起 所以就有了这个音乐会 Jessica跟我们分享您和其中他们的这些一些结识 一些相遇 那么孟杰您呢 基本上我们都是多伦多大学的同学 然后我是去年才刚刚来的 所以很多也是通过Jessica认识 然后既然大家都是同学 那合作起来肯定也会很方便 那你们在学校当中也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合作吗 我们经常会有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studio 就我们跟同一个老师学钢琴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很多的 每个星期有studio class 然后我们会大家一起弹钢琴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们会合作四手联弹 还有双钢琴 在音乐会里面 我们四个人也会有那个钢琴的八手联弹 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格里格的一个区域 就是八手联弹的 八手联弹 那每个钢琴只能最多有两位演奏者 那就是一共有这个四个人 两个钢琴 每个钢琴里面做两个人 八手 对 就是每个人弹高音和不同的部分 OK 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你们的这个演出 那么在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您二位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音乐背景 以及你们是怎么样走上这个音乐之路的呢 那先说 孟杰先来吧 好 孟杰先来吧 我其实从小一直就是走的非专业这边 一直是当兴趣爱好 这样子学上来 然后到加拿大之后 我认识的第一个钢琴老师 他就特别特别的就是帮助我 然后一直让我参加比赛啊 各种不同的比赛 然后让我觉得 跟我之前想的就是学钢琴很不一样 然后是从大学开始才走的专业 就这样慢慢读上来 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越学越有意思 就越来越觉得这个就是你想要做的事业 希望可以啊 对啊 那么那个Jessica呢 我是起步的比较晚 我七岁才开始学到钢琴 就一般来说如果真的是走专业的话 可能要很早就学钢琴 然后我的启蒙老师看我学到差不多 他就觉得可能你是走专业的料 然后我就12岁就去了心理响运学院副中 然后一直读到大学 然后在香港演艺学院跟国家特新生读的master 就是那个演奏课程 然后我是读博士的时候才来到加拿大 您现在是已经是博士 就是钢琴演奏的博士 那这个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技巧的要求吗 或者说一些你们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比较硬性的一些条件吗 我觉得吧就是练琴肯定是一定要需要的 不练琴的话你有百分之百的天才也表露不出来 然后还是要刻苦的这个练习 然后我很幸运是我一路一路学情过来 我都遇到很好的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我在腹中的老师就是对我音乐的那些培养 还有怎么样灌输那些音乐的思想 然后音乐的思维也帮助了很大 那么孟杰呢 你在这个音乐会结束以后 你未来的一个梦想是什么 未来的梦想的话 希望可以多参加这种音乐 音乐会 不管是独奏啊 室内乐啊 或者跟乐团啊 这些都很 都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那个 都很有启发 那有没有想过走教育 教育哪条路呢 教育我们一直都有在教课 就是其实从蛮早就开始教钢琴课啊 这些的 其实我觉得在教的同时 也是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你怎么样看一个学生 其实学生就是你的镜子 你也是从学生的身上可以看到 哦或者我们也有这个缺点 所以可以改进自己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机会 然后同时也是这个音乐的这个传承的一个 一个机会 很好的桥梁是吧 对 那么在这个Winterline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Winterline 这个音乐会当中 你们观众群大概会是期待一个 怎么样子的一个观众群 男女老少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介绍 听说是会有蛮多小朋友会来的 可能家庭吧 家庭偏得多这样子 然后会有我们其中的一些学生 学生也会来好父母朋友这些 就是这个音乐会也还是很适合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集体活动 在这个圣诞长夜当中 有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活动 是吗 对 OK OK 那么好的 那么也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间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音乐的知识 以及我们这个非常值得期待的Winterline的音乐会 那如果想要订票以及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关于这个音乐会的信息的朋友 那在我们的屏幕下方会有他们二位的联系方式 以及如果您需要订这个音乐会的票物的话 那么在海报的下方也有这个订票的电话 是647-986-1346或者是647-780-3688 那么票价是15块钱 一张票在12月17日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 这个音飞琴航等待大家来光临我们的Winterline音乐会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也就是以上这些了 感谢二位做客 再次感谢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活在五点 再见 谢谢